來囉 第一個提示 請看 林松閣 在哪裡 這是什麼啊 林松閣在哪裡 你們可能不曉得 第一點 這個名字在日本啊 對啊 日本料品 哪有 他的所在地 他所在地 是有溫泉的 來 第二個提示 請看十秒 應該知道了吧 這個案内有點急躁 他現在不見得 北投 講北投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以前在那邊唱歌啊 從小就是 江蕙二姐 他們在那兒出道的 對 姐妹在那兒走唱對吧 對 然後林松閣就是 可能那邊某一個酒飯的餐廳 溫泉旅館 溫泉飯店 講酒家就講酒家 怕什麼 是酒家嗎 阿富蘭類 是喔 還可以泡溫泉咧 邊泡溫泉邊吃飯 邊吃酒家菜的 現在還有嗎 我不曉得還有沒有 我去過 我曾經去過 所以你的答案是 北投兩個字 北投 這兩個的提示 交叉比對之後 出來的最大公益數就是 第一名 北投 答對了嗎 妳講的都很合理的 對 我一度以為妳也答對了 不是北投啊 不是北投啊 那是什麼 答案幾個字 三個字 三個字 我不能再按了 沒辦法 原地休息 我知道是什麼 我知道了 對 來 下一個提示出來 妳就知道囉 第三個提示請看 點放脈臉 誰先 Ruby 妳要先去喔 Ruby 答案是 沛哲 沛哲 妳的答案是什麼 沛哲 對 Makio 妳剛剛有答案嗎 沒有 一個都沒有 妳接這個通話 如果有點勉強 為什麼要接 我一定要接啊 妳們對我那麼好 妳也知道我們對妳很好 我是說工作人員 我們希望妳能站起來 妳知道嗎 我有 我站起來也還好啦 好可愛 什麼意思啊 沒有 我說我站起來還好 妳有沒有老看 不會啦 妳現在很漂亮 謝謝 那開始 答對了沒有 恭喜答對 加油 厲害 來 進行Ruby的 酒用歌攻略賽 請就位 Ruby 加拿大BC省科技學院 大眾傳播系畢業 好 她應該是首次來我們節目 搶到五分鐘吧 沒有 第一次來也是這樣 也是五分鐘 然後到第二題就被刷下來了 反應真的好快喔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要先趕快打 反應很快 但懂得很少 是不是 對 而且就是你們的題目 真的都很難 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也沒關係 對不對 人會成長的 請就知道答對三題 你就成長了 是 真的 對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三題 很好 我們要看一下 為什麼大家要這麼地努力 除了應徵自己的能力之外 還可以報獎品回家 這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 OK 好 各位 收年慶的感覺快來了 另一個就是櫥窗 請開門 看到沒有 不一樣了吧 智慧家店 住宿券 還有一個展示型的紅酒冰箱 可以放一百瓶以上的紅酒 看到了 Ruby 她再來 為她出了什麼樣的提醒呢 請公佈 五分鐘 你會面對的題目分別有 加拿大特產 因為你很小就真的要長大的 英文OK 當然你對北美是相當了解的 生命不安全地 因為你出過連續殺人的 一些變態的書籍 然後你非常關心社會安全議題 是 家有彌勒佛 聽說你家有專屬的彌勒佛 這不知道什麼意思 求姻緣大法 你曾經到泰國求取姻緣 而且似乎被你求到了 我有嗎 對啦 路透社指數 對 最熱買房 一直希望能夠有一棟 很漂亮的房子 是 紐西蘭美景 因為老公就是紐西蘭人 對吧 這卡通不轉播 好 妳注重孩童的教育和成長 對 好 那我們從哪邊開始 我想要先英文OK 對 對 英文OK的再說 對 英文OK 請出題 OK在英語中的意思代表可以 請問根據美國詞點描述 OK這個詞的由來 還有什麼有關 A 戰爭暗號 B 競選口號 C 廣告用語 你真實在嗎 誰會知道 誰出了題啊 這個 我知道 這個 好棒 我覺得這題目好棒 這個真的太賤了吧 花一些時間 冷靜 冷靜要快喔 為什麼 什麼情況下會比OK啊 A嗎 我的答案是 A 戰爭暗號 請手令 妳一體想45秒 妳這樣走不了多遠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哪裡來的題目耶 可是很棒啊 妳不覺得嗎 大家都會講OK啊 她如果再出來一個選項 叫便利商店 就瘋掉了吧 那要不要乾脆問 那要不要乾脆問 Happy Birthday 這首歌到底是誰寫的 對啊 不要講 其實搞寶是題目 OK 我要搞好 OK 好 冷靜喔 妳為什麼會認為是 她而不是競選口號 或廣告用語 我用 我說真的我是用猜的 因為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妳能推敲她一下嗎 對 就是OK這個詞 我覺得有可能 在戰爭的時候 因為他們需要用到 用到很多暗號 KO才跟戰爭有關 那個人被我KO KO應該是比較在後 就是現代一點的講法 對不起 然後OK的話 可能就是有時候 不管是打字 還是用暗號 還是用那個 就是打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對 你那個 所以基本上比較 那廣告用語 我以前 就算是以前的 我也不可能有看到過 所以我覺得 最有可能就是 戰爭暗號 這個我真的是用猜的 妳會不會創下來 這個時間最短的一次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 妳是要第三題嗎 真的 加拿大特產 妳為什麼不選那個 就想看看到 妳在那邊出了二十幾年 不選那個 我跟你講 每一次 上節目出的英文題目 真的有夠機車的 真的 真是的 那妳不要選啊 我就是想要看看到底 可以計車到什麼程度 這真的贏了 我覺得 厲害 厲害 你認為她答對的舉手 答對 我知道 妳知道 我當然知道 妳說 是一個總統先開始的 這個一個號 那總統應該是競選口號 就是隨便 反正哪一陣子我也不曉得 可是就是OK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暗號 因為它上面就OK是六 六 六這樣子 三個六 所以就變惡魔的數字這樣子 可是 然後反過來就是 對耶 九一一 六六 對 然後反過來就是九一一 所以九一一代表什麼 就是已經其實很久很久以前 就 緊急 九一一 就已經 對 在計畫當中 還是POSE 九一一 一直 也沒有在POSE 也沒有說YES 沒有啦 就是 它是說開的九一 六 六 九一一 對啊 真的是九一一 對 都市傳說 比較合理的真的是 好恐怕 給我露臉了妳 如果妳講對的話 才知道我厲害 如果妳講對的話 我給妳拍拍手 真的 好不好 其實我給妳力 準備 起 揭曉 腳翻臉 正確答案就是競選口號 那這是在1840年代的時候 美國總統馬丁·范富倫 他要競選連任的時候 推出來的一個口號 他想要宣傳自己的家鄉 紐約的 這個地方 那它的縮寫就是 那那時候打出來的口號 就是 所以就寫了 這兩個字在報紙上 沒有想到他的競爭對手 居然也拿了 OK這兩個字 去引申其他的不好的含義 但總之呢 最後這個OK的詞 雖然廣為流傳 但是馬丁·范富倫 他是沒有連任成功 好 沒關係 反正我腳痠 喂 來 這不好自信好不好 這在做啦 來 人胖腳痠不耐戰 這個問題也不是他願意的 對吧 我們要坐下來了 我們大概找一個 非常安詳的位置 對 謝謝 謝謝 一題又掛 還是不要當第一個上來的 來 下一回合呢 資格在準備請就位 小朋友 我想請就位 好 妳 羶